繼續這位唐葫蘆老闆面對挑戰的故事 還有他所說的 撐過去就是你的 在這個時候特別的受用 從出社會當兵 或者是以前在不管在做任何事情 父親都跟我說 你就是要撐過去 撐過去就是你的 所以那個一直是我的作用 到現在都是 來囉 我們要準備做糖蔥囉 撐過接二連三的低潮 和新冠疫情三級警戒的挑戰 徐格森這一天開心迎接 降級後的第一組客人 第一個動作就是要冷卻 所以我們必須藉由旋轉這個鍋子 來 你看 糖就散上來了 有嗎 做糖蔥前必須把170度高溫的糖漿 隔水降溫到能拉伸的適當軟硬度 徐格森不因人少而馬虎 反而講解得更仔細 畢竟從海軍轉航做糖這17年 走來不容易 好 你看在冒煙了 有嗎 你有看到冒煙嗎 好 再來 繼續轉動這個鍋子 以前阿伯去練的時候 轉這個鍋子對不對 只要撞到旁邊 輕輕 鏘鏘 我就被冒了 就留不下來有沒有 繼續轉動這個鍋子 軍人轉做學徒 真難忘過程中的辛苦 像轉過同時不能讓糖漿飛溅 否則黏出液體沾上皮膚 可不是沖冷水就好 交給你了 好 你可以吃了 你被燙到你要甩掉 要嘛就是趕快要把它剝掉 你這裡燙到了 你剝來這裡 這裡又燙到 那個糖就是這樣 所以燙了整個都是啊 我覺得那也是一種考驗 他就問你要不要 還要走啊 要拉了 對 我們準備拉了 那段期間可說是度日如年 做的明明是甜的事情 可是每天裹得很痛苦 就是讓你覺得 嗯 它怎麼會這樣 攪動 你看 左手 右手 套上來 有沒有 來 你有沒有發覺 它的顏色慢慢在變啊 剛剛本來是深褐色的 經過我們攪動這個糖 它會從深褐色 慢慢變成金黃色 等一下它會從金黃色 變成什麼 銀白色 出溫的時候 我們要做最後稍微的動作 要不是不斷用父親的話 勉勵自己 他真難熬得過去 三折 我只要空氣包得越好 你看 剛剛這個糖是不是都軟軟的 現在掛在這裡 你看它都乖乖的不會動 代表現在這個糖的溫度 比較下降 比較涼了 所以你看阿伯的額頭 全部都是汗了 重點不是額頭 你看我的手 已經差不多快熟了 有沒有 因為如果你戴棉紙的手套 會有毛絮 你戴塑膠的手套 會有塑化劑 所以阿伯都要徒手做 你看手都整隻紅通通的 好 那我們接著 說到他的警察老爸 在早期那個特權圈地的年代 始終清廉 靠雙手打拼 撐起一個家 好 所以他轉行時 就立志要像父親一樣 踏實生活 做出成績 比較脆的 等一下 我們會用手刀 來 你聽一下 會啊 來 你聽 有沒有 有 非常的酥脆 脆的會空心的 我們來檢查一下 有沒有 哇 你看有動 有沒有 哇 好棒哦 來 我們看一下 也是要證明 當初提前退役 放棄穩定收入 回鄉照顧重風爸爸的決定 沒有錯 即使內心曾經掙扎過 當時有一個機會 可以到美國去接軍艦 讓我再三考慮 因為那個去要兩年半的時間 去接軍艦的話 會有雙響 台灣有一份薪水 美國有一份薪水 還有零用金 那是讓我覺得 很誘惑的地方 可是我覺得如果 我去了 萬一我再也看不到我父母 那個賺再多錢都沒有用 他還是選擇回到家鄉南投埔裡 顧得了父母 也還能和朋友合夥 開活魚餐廳 不料後來命運急轉直下 軍中你只要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可是你出的社會是完全不一樣 然後整全部就緒了以後 大概開幕兩個月沒多久就遇到風災了 所以那時候整個煤溪就整個都土石沖刷下來 那個道路都不見了 他沒有退路撐了半年慘培收場 開車在國道六號上面 我方向盤曾經想往右轉就直接下去了 你有過想法 有啊 好幾次 當時還真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來到台南 整修古厝 坐堂 還成了傳統文化推廣人 那段期間抑制消沉的他 一度只是開車閒晃 直到有天無意間晃到了宜蘭 危機就是轉機嘛 那時候就是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想說那我就出去放鬆一下好 就四處去玩 去逛 就是說看到老師傅在拉堂 怎麼會這麼多人 老師傅的堂聪表演燃起了他的希望 於是鼓起勇氣拿出謹慎的積蓄拜師學藝 開始了為期兩年多 不拿酬勞的學徒生涯 盼望學成後到景點擺攤賺錢翻身 好 來 我們往後走囉 你看 想說我只要拉堂彈就來了 可是實際上是拉到很沒信心 沒人來嗎 就是小貓兩三隻嘛 然後一吃 喔 這麼甜 以前我又不太會講話 不知道 不知道 他叫做焦萊阿哥 哩阿醬或焦萊阿哥 真上了場才發現表演推銷更是學問 其實我很悶 我是到了我真正接觸到人群的時候 我才知道這又是一個課程 你要怎麼樣去面對人群 你要怎麼去跟人對談 所以我也花了很長的時間對著鏡子講話 就是開始看著鏡子 來 現在這個什麼動作什麼我就對著他講 就這樣慢慢摸索出帶動氣氛的訣竅 磨掉自己個性中的棱角 所以才能在後來聽見女友黃曼珍的建議 改變創業模式 嘗試做大人小孩都愛的糖葫蘆 好啦 我們裹糖囉 來囉 我們裹糖葫蘆就是要裹這個泡泡 待會兒你吃起來糖才會薄才會脆 來 你有聽到滋滋作響嗎 有 否則以前的他堅持只做最傳統的糖葱 以為比別人勤於跑攤表演 就能過上好日子 卻適以願違 十 九 八 七 六 快點了 不管表演多受歡迎 高成本造成的資金壓力 終究是壓垮了他 徐格森不得已只好轉行旅遊業務 就是在那時候遇上了到旅展打工的黃曼珍 人生再度轉彎 有沒有很滿意 有沒有脆脆的 黃曼珍曾在台南鹽水月經登節工作過 他知道糖葫蘆受歡迎 也看好老街氛圍能和傳統手藝結合 如果換到這裡重新開始 也許能不枉費男友多年來 對糖的用心和堅持 因為是人要吃的嘛 那他一直想要去推廣 就是不要去加一些化學的 讓人吃的健康 那現在其實以現在來說 這個是很難得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去傳承 還能把徐格森自己摸索出的這香濃郁的台灣糖特調比例 傳下去 特殺 二殺 也讓更多人知道糖點其實能做的健康點 徐格森改變了以往當學徐學到的做法 不為了防止糖融化而加入秘方 因為我們最後在加那個東西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感覺會有聞到一點比較刺鼻的味道 那你就知道它是化學的東西 那之後我就覺得我應該不需要這些東西了 這就必須靠溫度和濕度來控制 他反覆實驗設了三個濕度計計算平均值 再做精確調溫 像是做糖蔥的糖要燒到160度以上 糖葫蘆140度最薄萃 徐格森在女友的鼓勵下重拾信心 沿水小鎮的古壺氛圍也讓兩個人有了好多靈感 前里長他把這條老街不只是地磚整個統一 然後路燈統一化 電線 電線桿地下化 我們了解到這裡的 這裡的一些文化歷史背景跟在地人他們的想法以後 我們才決定覺得說 我們如果沒有為這條老街做一些事情 好像不太對 這裡保留的古厝整修活化後能帶入拉糖技藝和體驗活動 也許能替蕭條老街帶來觀光人潮一起共好 這不容易 初來乍到時受盡冷嘲熱縫 這裡都沒有人 你們來這裡要做什麼 看到我們在跑遊戲經過也每個人 就是感覺都在笑我們 我每天都灰頭土臉 每天 番茄蜜間四隻 綜合一隻 好 他們只好默默做推活動 幾年下來慢慢步上軌道 不料卻遇上疫情攪局 還好黃曼針總是樂觀 疫情這個衝突有點大 但我們還是要走出來 對 就是不能說一直灌在裡面 我們還是要做一些我們覺得應該要做的事 他積極經營網路推窄配 糖葫蘆 糖蔥小點之外也做麥芽糖餅 只是在無添加的堅持下 糖的賞味期很短 他們只能接台南一帶的訂單 刻定了 我們才幫他製作 對 我們現在的做法大概只能這樣做 所以也是很大的瓶頸 儘管因此收入有限 但對他們來說 日子過得下去就好 用心能被看見 才重要 很多長輩帶著孫子來到這邊 一買我來 打開就坐在門口吃 甚至還有人坐整排後面庭院吃 吃完都跟我們說就是這個味道 就是以前的古早味 光這句話就讓人又有動力想做更多事了 老宅旁的空間未來規劃開咖啡廳 希望帶動更多年輕人進駐重整附近古厝 這裡一定會慢慢轉變 現在的這些經過的人 以前都是帶著那種嘲諷的眼神 現在經過的都是會跟我們點頭 那個態度就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希望這裡未來能夠變成 全台灣更加不一樣的老街 來囉 來 我覺得 如果你還有一口氣在你 或許還可以平安看 我或許沒有那麼多的五年十年 可是如果 我能夠再一次的把握這個五年十年 或許我真的可以做一些事情 來啦 幫你外送啦 謝謝 再辛苦都 都會回甘 我就是 不舒服 又好 不舒服又好 越挫越勇的人生 也一定會有另一番風景 如果你爸還活著的話 他應該會很開心 都是這麼越挫越勇 對不對 應該是會